歡迎收聽新視角 聽新聞 我是Hermelny 班農接受喜馬拉雅戰英團專訪時表示 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 原本就可以消滅中共 如果不是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從中作梗 中共早被當初20多歲 出生於文革時期的年輕人推翻了 班農介紹老布什總統曾擔任駐華大使和中情局局長 在六四事件兩三週之後 老布什派出時任白宮國家安全顧問 史考克羅將軍 訪華去見鄧小平 這具有象徵意義 是西方政府和資本家保障了中共的權力 讓中共如今能做強做大 1989年6月 中共鎮壓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六四屠殺事件後 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什 雖然承受全球要求制裁中共的壓力 暫停美中軍事交流與軍售 然而 美國亞洲協會中國事務網站 公布的一份從老布什總統圖書館獲得的解密文件顯示 在六四事件後 老布什很快就派史考克羅與副國務卿伊格伯格秘密前往北京 與鄧小平等中共高層見面 解密文件顯示 在六四屠殺之後半年內 老布什政府不但兩度致函鄧小平 並派特使前往北京 還強調美國願和中共攜手共渡難關 儘管中共當時面對國際社會的制裁 但有了美國的實質幫助 中共得以鹹魚翻身 班農在受訪時批評 巴爾街 倫敦金融城 跨國公司 猶如中共的同夥 與世界上最腐敗邪惡的犯罪集團勾結 大部分西方世界是中共犯罪集團的同夥 這已持續數十年 這必須被終結 也必將被終結 中國人民會獲得自由 他認為 沒有人能給中國人自由 但被中共壓迫的中國人民會解救自己 他們被壓迫太久了 這不會繼續下去 他說 習近平將是中共這個犯罪集團最後的王者 將被中國人民推翻 班農表示 他很榮幸能幫助中國人民爭取自由 中國人民的自由是所有問題的核心 他們正在打破數千年的奴隸枷鎖 不再受到中共這個超級現代化的殺人犯罪集團通過各種先進科技實施的 坦白講 就是超人類主義的壓迫 去年4月25日 班農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也曾批評 中共是一個極權主義政權 與1930年代的納粹分子一樣殘酷 冷血 班農在一段演講的視頻中 則明確闡述了中共的最後歸宿 他說 這些年來 國際社會一直對中共迫害人權視而不見 為了私欲 與中共政權盈盈勾勾 但是中共病毒蔓延全球 他們再也沒辦法裝下去了 因為不管你是不是億萬富翁 還是擁有多少財富 什麼樣的政治職務 多麼高的地位 這種病毒都在向你襲來 現在 我們看穿了中共 中共還是對此撒了謊 掩蓋了真相的傳播 並且沒有採取及時的行動 而當他們採取行動時 他們又是如此的無能 無法正確地去解決問題 而且他們繼續鎮壓真實信息的傳播 不允許世界組織和專家真正介入 現在 他們已將這場危機強加給了全人類 人們真正瞭解到中國人民 那些值得尊敬的善良的中國人民幾十年來所經歷的磨難 而現在 這種白色恐怖正在侵入全世界 所以是時候了 推翻中共了 關農說 中共病毒將成為壓垮中共的最後一根稻草 中共病毒2019年12月在武漢爆發 因中共的隱瞞而席捲全球 至今已經造成全球超過1.5億人感染 超過326萬人死亡 5月初 美國密西西比州向中共多個部委和武漢病毒研究所發出傳票 要求中共對疫情的全球蔓延承擔責任 並尋求賠償 以彌補該病毒造成的巨大生命損失 人類痛苦和經濟動盪 訴訟中指 中共當局進行了令人震驚的欺騙 隱瞞 獨職和不作為之後 導致疫情大流行 去年3月 美國佛羅里達州 德克薩斯州 內華達州和加利弗尼亞州發起了至少7份針對中共政府的起訴 習近平當局如何應對這場最新的官司 引發關注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 點讚 本節目約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幫助我請回答 請報告 請問我請報告 請報告 感谢观看